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大小姐的进步非常明显 但女主人看望大小姐时 被鲁迪还是摆出一副臭脸 这天蛇皮鲁迪 制作出洛奇模样的手办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看看自己信奉的胖痴之神 这时舞蹈老师找到鲁迪 说不久之后就是大小姐的十岁生日 到时众多打官贵人都会来参加 大小姐也要在生日宴会上表演 老师请求鲁迪让出一些上课时间 好样到小姐有时间学习舞蹈礼仪 当蛇王的鲁迪很爽快就同意了 空闲的时间 他翻开了一本神兽语录 在旁的菲利普介绍着 要是能学会神兽语 就能雇佣宋尔良来丹普人 鲁迪一脸猥琐的幻想着 菲利普感旦 鲁迪果然继承了保罗的老蛇皮血统 每隔一段时间 鲁迪就会写信给若琪 汇报自己的情况 为了寿尔良 鲁迪拼命的学习 突然大小姐在门外大喊 原来是大小姐不肯学舞蹈 又逃学了 舞蹈老师也拿她没办法 他请求鲁迪劝劝大小姐 鲁迪难为情的答应了 他找到了藏起来的大小姐 用自己前世肥夹的经验 安慰着他 希望他不要半途而废 大小姐虽然表面松巴巴的 但心里还是答应了鲁迪 于是鲁迪就成了大小姐的陪练 没想到这简直是给自己找最受 节奏拍子跟不上的大小姐 心里着急了就认人 这天鲁迪将胖痴之神卖了出去 老板看到底盘也很震惊 一枚金币收下了手办 晚上鲁迪收到了一个包裹 竟然是洛奇寄来的 鲁迪迫不及待的追了一口 没错这熟悉的味道是胖痴之神洛奇 洛奇在写信的时候招到了猪头丸子的偷袭 中间控制让洛奇十分难受 他只好放火烧猪 猪头掏出洛奇的手办 手办的衣裤可拆卸 但细节真的不杂的 猪头喜欢用舌头给手办做保养 这样洛奇心里上当不安 看完信后 鲁迪感当猪头真有眼光 把我的密制手办给买走了 洛奇还亲戚写了一本书 供鲁迪学习 同时大小姐的舞蹈也终于有了模样 只要稳定发飞就无问题 很快就到了大小姐的生日宴会 鲁迪整了一个油头 大小姐也穿上礼服 这时 一位富豪带向大小姐发出了邀请 音乐响起 大小姐手忙脚乱 越跳越快 这一摔掉进了普迭的面子 三姑六婆在旁叽叽歪歪 像看笑话一样看着大小姐 暴脾气的大小姐紧握拳头 努力憋着 鲁迪看不下去了 走到大小姐面前 真实的向他发出了邀请 鲁迪跟他说 像平时练习那样就好 可大小姐还是非常紧张 磕磕胖胖的 他实在太在乎父亲和爷爷的目光了 于是鲁迪就骗大小姐 我已经给你试了魔法 你闭着眼跳就行 在鲁迪优秀的指导下 两人翩翩起舞 完美结束的表演 收获了在场所有人的掌声 也许是鲁迪的舞蹈太迷人了 小富婆们纷纷搭讪 费力补很细节 叮嘱鲁迪晚上要做好安全措施 鲁迪露出久违的笑容 气管员大小姐上来就是一拳 霸道的拉走了鲁迪 晚上鲁迪传神洛奇老师的规矩 把亲手做了魔法棒 送给了大小姐和鸡肋鲁 鸡肋鲁也把主权的驱魔戒指 送给了大小姐 一下子收获两份礼物 大小姐非常开心 说着说着 大小姐就在鲁迪的床上睡着了 放在眼前的大白菜 不吃白不吃 蛇皮鲁迪想搞偷袭 也许是驱魔戒指起了作用 鲁迪回头戏案 第二天鲁迪出门闲逛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刺耳的鞭炮声 今天是南城之日 别人办死事也是很正常的 来到天台 蝴蝶一脸严肃 开启了炎者模式 至时不知哪里的野人 急忙冲了出去 蝴蝶自然也不认识 他拉着鲁迪一起欣赏窗外的风景 鲁迪许愿 希望能成为意望效率的梦 那么本期内容先到这里 我是曾湘君 我们下期继续